新北市 你認為說民眾黨到底要選什麼 目前來講就是他們的確很艱難 他們的確很艱難 但是你說他們有沒有票 譬如講說聊天室說他有10% 我個人是沒那麼悲觀啦 我個人是沒那麼悲觀啦 對啊 但是你說國昌他要選贏嗎 我也很悲觀啦 你說那個票只有10% 我就覺得沒那麼少啦 但是你說他會贏嗎 我也是很悲觀 因為地方選舉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地方選舉是要動員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這個道理 網路再強 譬如講說你選新北市市長 可是你的網民你的軍隊 來自於台灣各地 不是只有新北市 所以你說完全有贏的把握 真的是很難很難 很難 因為他選的不是你這個人的優劣 他選的是組織 選市長選總統都是組織站 那個不是你 今天你支持他 你把這個政黨票投給他 他就當一個立委 地方性的選舉 真的非常吃組織站 而且非常吃動員 非常吃動員 這樣子 沒辦法 我覺得黃國昌他 他選市長的事情 他自己要去努力 我們只能在旁邊看著 至於現在在講這個 我覺得都太早了 我覺得都太早了 為甚麼也好 我自己希望